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集的进讲班 我们关于拱桥的施工技术学习完成之后 本节课来到我们桥梁的最后一项 我们也讲一讲第四幕管寒和湘寒施工 近些年啊 管寒我们从来没说过 它极少会考 不看也罢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第四幕第二条 湘寒顶尽施工技术 实际上这个湘寒呢 以往考的也不多 好久好在我们这些年的坚持 终于等到它考到了施工排序 每一年湘寒我们都只讲一个排序 终于去年案例考掉了 那么后面呢 应该有个两三年 排序的案例题是绝对不可能再有了 选择题还是能够考一考 所以我们用一讲把湘寒的专题呢 作为主要的选择题点 有一部分呢 可能搞案例的改错点 还能进行推荐 汉字一 湘寒顶尽准备工作的 汉字霍霍山技术准备 这双括一的第一段 就是我们二二板新校才改动的地方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 应该包括 好 选择案例多能考 你还别说 你这个都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 你背不下来就考不出来 又是改动的地方 多少要给个面啊 它容易出案例问答 它真就问你这个方案 对于湘寒来说 你的内容要有什么 顶力的计算 你顶力要够大 才能把湘寒顶过去 那么有同学说霍老师 你讲到现在湘寒是什么玩意儿 那我们就先来普及一下 实际上呢 现场已有既有线路 既有线路的存在呢 要么是铁路 要么是道路 它这份的车已经通行了 那以我们教材的这个主讲背景来说呢 它呢要穿越的 主要讲的是既有线路 是讲铁轨 是铁路线 上面这个火车列车已经通行了 或者呢 我们说这个城镇道路也是 上面已经通车了 但是我现在想要实现的是 这个既有线路两边人和车的通行 这是个线路的两侧 怎么走车走人呢 两种方法 一种 你坐个桥从上面跨过去 可以吧 或者就像我这个湘涵 从下面打个洞 钻过去 湘涵顶径是下穿性的施工 那么下穿性的施工 我们穿过了既有线路之后 就实现了下部 我们整个既有线路的下部 车和人的通行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顶力的计算啥意思呢 湘涵绝大部分含铁 是现场现交的 交完了含铁之后 要把它顶过去 穿过既有线路 那你顶力要够大 才能顶得动这个线交 钢筋混凝土的含铁嘛 所以当然要顶力计算 还有一个后背设计 那话好讲事难做 你千斤顶往前顶 谁给我们千斤顶提供一个 坚强的反例呢 后背 你要设计好吧 然后你在顶进的过程当中 对于既有线路是有扰动的 你要保证安全 保证线路上的车辆的 稳定运行啊 所以要有个加固的方案 还有全程化信息 反馈指导时工 监测方案 上一节金奖班的末尾 我们讲桥梁也要有监测方案 有专项方案 应急预案 还有监测方案 到了湘涵还有监测方案 你看你顶进过程当中 有没有过大的变形 尤其他要下挖极坑 极坑有没有失稳的征兆 当然要监测 还有呢 也有应急预案是吧 那到了这儿 不就和我们上一节金奖班讲 桥梁这两个方案都连在一块了 正好是统一的改动了 就问你这部分的 湘涵事主当中 要有哪一些内容 多选案例都能考 然后呢全体事故人员 当然要培训 然后要交底 他要让我们的作业人员 知道怎么干 知道这辆控制点在哪 安全隐患有什么 当然要培训交底 还有完成我们的测量放线 因为我们现在湘涵穿 顶进的位置 穿越的位置要对 保证我们的事工精度 既有线路的主管部门 相关的审批验收手续要完成 也就是说你不是想穿就穿 你的下穿 对于我们既有线路是有扰动的 因此受影响的这个对象 他有主管部门的 他得同意才能让你穿 是吧 好 这部分的准备工作 同学们能够了解 如果你没有征得相关的同意 没有验收手续 没有相关的审批 你直接自己穿 是错的 也能考一个案例改错 那找谁呢 应该找的是既有线路的主管部门 好 汉字二 公益流程与事工技术要点的 汉字呼呼一 公益流程 那么公益流程呢 我们首先 我们每年都推荐这个排序题 我们说能考选择题排序 能考案例题 但由于这个点去年案例考过了 那今年应该这个点 选择题的可能性都不大 那郭老师 你这个新疆班还想他干啥 好像我们也不能这么急功近利 那干脆他考过了一点不讲 我们就干脆把它删掉吧 不好 因为我们这份的题目 对同学们的应试思维还有帮助 还是值得一想 首先我们现场要调查 调查什么东西呢 掌握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的情况 因为我们要挖坑 所以不是现在就挖 一定是先降水 叫个苏干土体以利挖方 降了水才能去开挖 有同学说你湘涵顶劲 咋还要挖呀 别忘了 我们是下船式 你在同一个平面 是不可能穿过去的嘛 你只有往下挖一个坑 做了湘涵 从底下钻过去 才能保证我们线路的通行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示意图一样 同学们看 在这个示意图当中我们把它配在页皮围当中好讲 你看我们这个图的右边 这就是既有线路 你当然要挖个坑 使得我们湘涵顶径的界面 比我们的原来既有线路的底面要低嘛 才能让它从下面穿过去 是吧 所以你肯定要挖坑 有极坑的相关作业 然后挖了坑有空间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后备 我们打这个后备 你要觉得后备不够坚实的话 还可以去做钢筋混凝土的后备梁 它就是给我们千斤顶的顶径提供反例的 你把后备做掉 然后就开始做湘涵吗 别着急 我们的后备制作 下面还要去做滑板 我们要做一个混凝土的板 这个滑板的目的是为了减小阻力 同学们要知道啊 我们湘涵的底板 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土体线胶 你要接触土体线胶的话 这个底板在滑动的过程当中 摩擦力太大 阻力太大 不利顶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混凝土的滑板 减小相含顶径时的阻力 所以你滑板在底下 肯定要先做嘛 才能望上去做相含嘛 当然滑板做完了以后 就做相含了嘛 别着急 我认为阻力还是不够小 所以滑板上面 我们还可以铺设润滑隔离层 打石蜡呀 撒滑石粉呢 都可以 进一步融化简阻 那么这里做完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含的线胶 首先把相含的底板给它焦掉 然后呢 把相含的侧墙给它做掉 再用满堂支架法 把相含的顶板做掉 就这么个道理啊 相含都是线胶的 那么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顶径设备可以安装了 后面呢 我们这部分呢 有顶铁 有顶稿 有顶柱 加上千一顶的就位 那么现在我们相含也做了 顶径设备也装好了 就开始顶径了吗 别着急 我们既有线一定要加固 那试组里面有加固方案吧 我们加固呢 等于要切断我们顶径时 向上传递的硬裂 防止扰动造成我们既有线路的破坏了 三次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既有线呢 要先加固 加固完了以后呢 才能开始顶径的过程 但是一开始也不是正式的 我们在之前的经浆班多次去讲 开工之前一定要试验试做 因为你要来试试看 它到底安不安全 试顶径没有异常情况 才是正式的吃土顶径 有些人说怎么吃 不是真的是 是我们小型的反产挖掘机 是把前方的土体挖松了 减小土体阻力 然后正式顶径 这叫一个吃土 小型的反产挖土机去挖土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监测方案吗 对 全程的监控量测 看看有没有势稳的征兆 变形有没有过大 速率有没有过快 一直到我们西服的乡函 被我们的青星顶顶啊顶 顶着穿过去 实现了建筑通行 贯穿了 就位了 实现了我们既有线路两侧 相应的交通的连续通行 那么相提就就位了 那你打穿了以后 那么已经干完了活 接下来就是拆 首先把既有线路这个加固设施 不用留着拆掉 然后呢拆除后备 顶镜设备撤厂 最后工作坑回复 线路保证 测和人的通行就行了 坑不必要留着 好解释一下啊 我们这个工作坑的滑板 与预置相含的底板之间呢 有这个润滑隔离层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减少顶镜阻力 再讲了详细一点的 常用的润滑隔离层呢 石辣掺机油 网尔机油掺的是 10%到20%左右 润滑嘛 气温高的时候呢 机油用量呢 要减一点 所以呢这部呢 这个石辣的表面呢 铺撒一层 厚一毫米左右的花石粉 是吧 然后呢在上面 铺设一层塑料薄膜 就成为比较好的 润滑隔离层 现场基本上都这么做 对吧 在滑板上面 把润滑隔离层做掉 然后才是相含的制作 好我们看看 现场的这部图片啊 有这样的感情认识 这就是前面的 我们的顶镜设备啊 我们有顶铁 然后后面的就是后背 对吧 用重物去压实 还是要提高 我们后背的反例啊 做后背 然后呢下部呢 滑板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滑板的上面 这才是我们相含的 含体的制作 是吧 把底板 侧墙 做完 然后满堂的架子 里面满堂的架子 做的就是顶板 是吧 接下来我们呢 你看这部分就是 我们的后背梁 后背梁已经做好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相含 含体制作完了以后 接下来不就顶镜设备 在安装吗 所以我们千金顶就位了啊 有千金顶 有顶铁顶搞顶住 整个设备系统就位 准备把这个含体呢 往前顶镜啊 由我们的这部分的后背呢 来提供反例 你要觉得后背墙不够 还加后背梁是吧 好 我们所谓的吃土顶镜呢 就是用这个小型的反产挖掘机 把前方的土挖掉挖松 减少阻力 汉子库二 顶镜前的检查 双括一 相含主体机构的混凝土强度 必须达到设计强度 对啊 顶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强度不够 一顶就裂了 那么多少强度啊 再也不是75%了 顶镜这么大的力 必须要达到设计强度 也就是100% 而且我们的这个防水和保护层 按设计完成 你要没完成的话 你顶进去就没办法再做了 毕竟你是下船 地下结构是要有防水的啊 保护层是保护防水层不被破坏啊 还在双块 顶镜座业面 包括陆基以下地下水位 已经降到了基地以下半米 对吧 这部分好像是我们多次讲课时提到的 等到我们后面讲到第三节 明挖基坑的时候还会提 你降水的标准 就是把它降到基底以下 坑底以下 槽底以下 管底以下半米 讲到管道的时候还会再降 都是降到半米以下 是吧 这份的数据能考单选 能考案例 而且呢 移就是最好避开雨气 为什么呢 别忘了 它是一个地下的下船工作 它是挖基坑的 一旦碰到雨气啊 土体湿软 它容易踏坑 对吧 因此最好避开 但有的时候避不开啊 移强制程度不高啊 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 怎么办呢 那要做好防洪防雨排水工作 一句话轻轻带过 这就是我在道路部分吐槽的 我们道路部分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路基施工啊 基层啊 面层啊 都有雨气的要求是吧 都讲到了雨气要求 那你这个实际上 湘涵也应该有专门的雨气相关的技术要点 但它没有啊 就一句话带过 那是挡盖输导牌 这样的一个通用原理 仍然能用上 汉字霍霍山 湘涵顶尽启动 双括5 当这个鼎力达到0.8倍的借口自重 这个鼎力已经很大了 可是湘涵却没有启动 那就很异常 碰到异常情况怎么办 等到我们讲到第三节 明霸击坑的时候 还会再说 异常情况 四步走 要求我们项目经理知道 能够达安利 第一个 永远是停工 因为你立即停止顶巾 立即停止时空 立即停止开挖 立即停止张拉 总而言之 你停止都是对的 我们之前 我们说运灵性张拉 它这份的伸长值 理论伸长值和实际伸长值的偏差 6%以内 超过的话怎么办 异常情况四步走 我们早就讲过了 这个套路你应该知道了 首先先停 因为你继续施工的话 扰动更大 容易发生事故 所以先停 绝对是对的 停下来有了时间 我们就可以找出原因 然后呢 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第四步 重新复工 那这里是重新加压顶进 你看啊 要有专人的控制指挥 顶进过程当中 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一旦异常情况四步走 按例的问答题 要求记住 从这个套路上来讲 这个套路还能好啊 好 汉子库是顶进挖土 这部分呢 一般已选用 小型的反产挖掘机 这个同学们理解啊 因为整个想含含体内的空间有限 所以是小型才能进得去 按设计铺度开挖 每次静齿 注意啊 0.4到0.8米 有同学问过啊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因为这0.4到0.8米 一般是一截子顶铁的长度 那为什么静齿 就是这分段开挖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是0.4到0.8呢 往前顶0.4到0.8 中间有一个空间出来了 我可以补放一截的顶铁 所以它的这个长度 往往是一截的顶铁的长度 再往前顶一段 我正好又放进去一根顶铁 所以它才规定是0.4到0.8 而且它的开挖静齿比较小 又符合我们短开挖的原则 这样的呢 静齿比较小 对开挖面的扰动比较小 这样的 我们开挖面稳定安全 防止塌方 那么并配装载机 或直接用挖掘机装切齿出土 顶板切土 侧墙韧脚切土 还有底板前清土 积脚嘎啦啦地儿 你积聚进不去 所以就要人工配合 挖土顶进了 三班连续作业 注意啊 可以考案里改错 不能间断 三班斗啊 一个班八个小时 一天24小时轮过来 不能间断啊 因为一旦间断 你把它暴住在那里 硬力一旦释放 容易塌方 所以我们这份的挖土顶进 三班连续 保证稳定 不能间断 一旦间断下来 很容易由于我们的土体松散 硬力释放呢 造成塌方的事故 双方 两侧应嵌 缸挖50毫米 钢刃脚切土顶进 注意啊 和超挖形成鲜明的对比 超挖是你挖的太多了 嵌挖是你少挖一点 两侧留50毫米的土 不挖 嵌挖就是不挖嘛 干啥呢 这五分的土啊 压在两边 保证稳定 好 我们这个现场呢 你能看到啊 人工配合青土啊 对吧 前面呢 有机具 那么机脚咖喃地儿呢 需要人工配合 你看我们这个 乡海下穿的 上面就是铁轨嘛 没问题吧 下穿的既有铁路线啊 双方三 列车通过的时候 就像我这个图一样 考案里改错啊 严禁继续挖土 人员应该做的正确方法呢 是撤离开发面 这个我们下面还是挺规矩的 下面没有人 没有在挖 这啥意思呢 同学们这么想啊 这个列车通过的时候啊 哪怕再减速 对于我们的开发面 都有扰动 容易塌方 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呢 你应该停工撤人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 你如果在列车通过时 你人还在底下挖 那么你的开挖 对于我们的铁轨也有影响 它的这个扰动啊 很容易造成列车脱轨 注意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铁轨 有一个很小的变形量 就容易脱轨 因此防止互相伤害 你就必须停工撤人 如果在列车通过时 项目经理说 列车通过是慢速通过 已经限速了 所以为了抢攻期 还要继续开挖 对吗 判断是错的 正确做法是撤离开挖面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 好 汉字后五顶镜作业 双括一 每次顶镜应该检查 液压系统 顶住顶铁安装 还有后背变化的情况 检查了这些对象 选择案例都能考 都得检查 如果它的后背变化呢 变形过大 异常情况 那又是异常情况 四步走 停工撤人 那么挖运土方 和顶镜作业的 循环交替进行 这是一个原则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挖点土 往前顶一截子 挖一点土 往前顶一截子 避免塌方 本来挖土呢 很容易造成 我们的土压力宣泄 但是我给它顶进去 又给它挡住了 然后你顶不进去了 阻力太大了 再挖 挖了以后要塌的时候呢 我再给它顶进去 又给它撑住了 所以循环交替 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安全 双括三 湘寒 它的寒体 轴线高层 这是为了保证 施工精度啊 你顶的方向要对 这是为了 我们的施工质量 如果有偏差 要及时纠正 否则集中难返 你就调不过来了 是吧 一定要及时纠 双括四 在铁路路级以下 吃土顶进的时候 不宜对于乡寒 做较大的轴线 高层的调整动作 过大的调整 扰动过大 容易影响 铁轨运行的安全 容易造成脱轨事故 汉字霍霍露六 监控医检查 顶进过程当中 每一个顶层 都要观测和记录 各观测点的 左右偏差值 高层偏差值 和顶层 以及总进尺 观测的这些内容 可以靠选择 接下来双括三 乔寒顶进的过程当中 每天要定时观测 相寒 什么第二 底板上设置的观测标定 注意啊 你在底板上设置的能看到 顶板上被土盖着 你看不到啊 所以一定是底板上的 观测标定 这个高层 还有中边墙呢 去测定树向弯曲 防止呢 弯曲过大 造成的破坏啊 还有当底板测墙 出现较大的便位和钻教室 那么好 你要分析问题 采取措施 因为也是异常情况 第四个 顶进过程当中 定期观测 相反裂缝和开展的情况 裂缝太大 含体破裂 就没有办法保证 陷入运行的稳定和安全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观测 裂缝的情况 你包括把这些情况放在一块 能考案例的问答 更容易在我们后续的考试当中 考选择 主要是选择题的考点了 那左右的偏差 高时的偏差 保证它的位置要正确 是吧 顶层总径 还包括要去观测裂缝 防止裂缝过大 好我们看 12年一见这条单选 关于相含顶进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相含主体机构 或尼组强度 必须达到色气强度的75%吗 你懂 我也懂 换言之 命题老师知道75% 是你们的老朋友 就拿这个来诱惑你们 当然不对 他要完全达到色气强度 那就是100% A当然是错 B 当鼎力达到0.9倍的 结构自重时 相含未启动 应该立即停止顶进 不对 是达到多少就要停止呢 达到0.8 B选项是错的 有同学说 那到0.9倍 不也是异常吗 同学们理解偏差了 你要等到0.9倍 你再停止就晚了 到0.8倍 已经够大了 很异常了 你这个时候 0.8倍就应该停了 可是你0.9倍的 这样的一个鼎力 你才停下来 晚了 所以B是错的 下来C选项 相含顶进 必须避开语气 不对 教材原文是1 文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D 顶进过程当中 每天要定时观测 相含底板上设置的观测标定 高程 这是对的 12年D选项是对的 22年可不一定 你一定要给我记住 是底板上的标定 所以答案选的是D 好我们看 配套了模拟多选 关于相含顶进挖土 和作业的说法 正确的有 A选项 相含顶进挖土 一般一选用小型正产错了 应该是反产 是吧 B选项 两侧应该去欠挖50毫米 教材原文 刚刃脚 切涂顶进 C 列车通过时 严禁继续挖土 人员留在开发面 错了 应该是撤出开发面 D 挖运土方与顶进作业 同时进行不行 应该是循环交替 循环交替 所以D是不对的 E 铁路路级以下 赤土顶进 不宜对于相含 做较大的轴线高层的 调整动作 这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题 应该选的是B和E 答案应该是B 好 来汉子三 季节性施工技术措施 好 在我们这部分的 季节性施工措施当中 我们可以应用 它单独的来了一部分 但是它没有像道路部分 单独来一条 我认为对于整个桥梁施工 它应该单独来一条 没有 它只在这里来个汉子三 咱们一起来看 相含顶进 应该尽可能的避开雨漆 对呀 就怕土体是软滑坡 所以和我们之前说的 疑 是一个道理 第二个 雨漆施工时 要做好地面排水 好排水啊排水 就怕有积水的影响 工作坑周边 采取挡水的围烟 排水积水沟 这些措施 可以成为案例题的答案 也就是说 我就怕地面的积水 就怕地面的浸流流入坑内 影响相含顶进嘛 所以要么呢 挡水为烟给它挡住 要么有水给它排掉 或者有水给它接住 通过水沟把它排掉 接水沟吧 把水挡住 就是防止地面水流 流入工作坑 所以呢 我们案例题 如果它问你工作坑 为了防止地面水的流入 有哪些措施啊 挡水为烟 排水接水沟 都能用啊 考案例题 那么与其施工开挖工作坑 工作槽 保持边坡的稳定 对啊 一旦土体湿软 土体的抗减强度 就会下降 在减硬的作用下 很容易劈裂 每次讲到这儿 包括我们后面讲 明挖基坑都会提这个问题 每一年我们国家的工地上 基坑塌坑塌槽的时候 每年都有 不完全的统计 90%以上都和水有关系 就是泡了水了 那么必要时呢 适当的放缓边坡铺度 没错啊 你的坡度小了 土体中心后移 土体才稳定 或者设置支撑呢 给它撑住也可以 而且关键是 别忘了对于边坡支撑 要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呢 及时排除 第四个 东雨期现交相寒场地上 你的上空 一搭设固定了 或活动的作业棚 你看他多喜欢这个棚子 我们在金讲班的讲过 道路部分就说了 下雨天搭个棚子挡雨嘛 冬天你搭个棚子挡风 夏天实际上也可以搭 搭个棚子挡太阳 否则我们的混凝土容易被晒裂 一个道理 所以搭这个棚子 你看作为案例题 特殊季节 常常成为一个措施 案例题你别忘了它 虽然在工地上搭棚子不多 因为它花钱 为成本考虑 工地上遇到的事真不多 但是搭庭 你别把作业棚忘记 这就是一分啊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去年的21年 这道案例题节选 某公司成建了一个 层次主干的工程 长度2.4 现在装号现在都知道了 1180米到1196米的位置 与铁路斜交 然后四跨地道桥 顶近下川铁路 这叫个地道桥顶近下川 不就是湘海吗 同学们你能看 现在这就是我们 既有铁路线的位置 以后我们这部分的四跨地道桥 以后下川的时候 就位以后的位置 它换在这了 但是我们先挖一坑 在坑里面去做了这个地道桥 果不其然呢 它底下也有滑板 一粒顶近 减小阻力吗 没错吧 它后面呢 嫌我们的后背啊 顶力反力不够大 也打了钢筋混凝土的后备梁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有千一顶顶近 我们一端顶着寒体 千一顶另外一端顶着后备梁 提供坚强的反力 后面有顶柱 这是我们的顶近系统 是吧 有后备梁 人家还有后备桩 提供坚强的反力 这都没问题 包括顶部还有灌梁 后面有档筑墙 顶近的方向呢 在我这个图当中呢 是从右到左 跟香涵是一样一样的 项目编制了我们的 机坑降水知户 开发顶近方案 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 当年第三题 补权流程图当中的AB名称 哪来的流程图呢 可这呢 这是试题上有的 你看它是不是就是 我们香涵的教材原文 我们几年前就说 它许涵考排序 每年都考 香涵一直没考过 总有一年要轮到 二一年轮过了吧 是这个道理吗 终于轮到了 你想啊 施工准备 修建临时变道 方便我们施工现场 施工区域的车和人呢 通行 避免呢 干扰社会交通 是吧 然后呢降水井 对呀 先降水 后挖坑 树干土体 一粒挖坑 坑里面呢 你做后背装 维护装 铁路防护啊 然后陆基竹江 为了加固 开挖工作坑了 已经稳定了 开挖呢 就稳定安全了 竹江加固了吗 这样的话你再开挖 开挖了坑 有了这个坑的工作 我们有了这个坑的空间 我们就把后背做掉 没错吧 后背做完了以后 和我们教材数据一样 为了减少阻力 把滑板做掉 滑板上润滑隔离层的做法 我们刚刚才讲过 润滑隔离层做完了以后 做一个A 那你做A的时候呢 把顶静设备也装好 线路也加固 后面地道桥就湿顶了 那你想A是什么 你后面一步 我们的整个市顶 你要有东西可以顶吧 我们后面一步是地道桥的市顶 前面还没有出现过地道桥 地道桥怎么可能凭空出现的 说明你这个A 就是地道桥的制作 因为你后面一步就要市顶了 那顶的这个地道桥从哪来啊 那就是A A把它做出来 才可以市顶 而我们这部分实际上也不用多说 在我们教材上的顺序 这里就是湘涵制作 制作完了以后 它要市顶的嘛 没错吧 所以我们这里不能再写湘涵啊 你按我们背景字要写 写成地道桥 因为我们图里面画的是地道桥 所以这个A就是地道桥的制作 制作过程当中 你顶静设备也装好了 线路也加固了 那后面就可以市顶了嘛 所以我们后面到了第三节 明八基坑那里讲 19年的案例排序时 我们也会这么说 这个排序型的填空啊 最大的一个诀窍 就是根据我们仅前仅后的工作 把它夹出来 推断出来 然后地道桥就开始 四顶正常 就开始正式顶进 顶到了位 然后我们韧脚补齐 铁路线恢复 那么也线路恢复 也就是把我们这部分 加固实实给它拆掉啊 顶进的设备给它拆掉 最后一眼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学们能看 还有个B 它是从一开始 降水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眼熟 全程都有个B 我们左边全程都要降水 这没问题 降水就是连续不间断的 因为我们的地下水位 会受到附近水系的补充 重新上升的 所以你要一直保证 我们的施工界面时 它在坑地一下半米 那你的降水 就是全程的连续不间断的 所以全部都有降水吧 没错吧 那还有哪件事 是全程都要做的呢 从你开发开始 一直到你活着做完了 都要保证安全 保证的是全程信息化 反馈指导时空 我们讲过这个话吧 既然是信息化反馈指导时空 那么你这个B 不就是监测吗 实际上我们教材当中 这个排序也讲过这个监测 没问题吧 应该是监测是吧 好 第四点 地道桥每次顶进 除了检查液压系统以外 还有哪些部位的使用情况呢 又是教材当中的原文 每次顶进你应该检查哪些呢 顶住顶铁的安装 还有后背的变化情况 对吧 包括注意啊 我们这部分呢 后背的图体啊 后背梁啊 后背桩啊 这个我们的包括 是根据我们背景资料里看到的 它不仅有后背梁 后背梁后面还有后背桩 包括我们后背的 还有挡土墙 这都是图里面看到的吧 因此我们就把它写的全一点 对吧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还应该检查顶住顶铁的安装啦 还有后背的变化情况 那你后背啊 在我这个图里面 有后背的图铁 后背梁 它有后背桩 还有挡土墙这些部位 对吧 看看这些 像一个部位 这些部位的使用状况 就是我们应该检查 补充进去 背影资料没有写的 我们就把它写进去 而我括弧里这里的包括 实际上是跟我们题目条件 结合背影资料里的条件写上去 也就是我们图片里面有的 就应该写啊 是得分点 对 在每一个顶层当中 测量的内容又是哪一些呢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教材的愿文 教材上写的是香涵 你得给它换成地道桥 它的轴线 高层 顶层 还有总径尺 位置要对吧 对吧 包括顶层和总径尺那样算吧 还有我们底板 要有观测标钉的高层 还有我们的整个中边墙 还要去检测它的树向弯曲 别忘了 还要看它的裂缝 以及开展情况 实际上就是我们教材 几段落的关键词 给它连上 就是我们的满分点 没错 但是比较高兴的是 这一段我们案例题考过了 后面最多就是选择题 那选项对你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你把它选出来就行 不用再默写了 好 第六题 第一道桥顶进施工时 考虑的防排水措施用哪一些 好了 我们也讲过 首先 尽可能的避开雨期 那你雨期施工的时候呢 要做好地面的排水 还有工作坑 周边要去设置 挡水围烟呢 还有我们的排解水沟啊 对吧 这些根据教材员文去说 但实际上 你的现场还可以 征配一些急水井啊 配备我们的抽排水设备啊 你怕它断电怎么办 还可以有应急电源 都可以多写一点 对吧 现交相含 场地上空 实际上你还要 最好搭设固定 或活动的作业棚 所以我们要游泳学下来 还可以有棚的挡 都可以把它归为 防排水措施 尽量的写权 避免丢分啊 有些同学说 避开雨期要写嘛 对啊 你要是避开了雨期 它就没有水啊 不也属于防排水措施之一吗 包括我们教材 原本的挡水维艳 排水接水沟 这部分都应该答 还有作业棚 这起到一个挡水的作用嘛 同学们能够理解 把关键词搭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 特殊级节的施工措施呢 在我们的案例当中 还是很喜欢考虑 不仅是路啊 去年把湘涵这部分也考掉了 好 至此整个桥梁的 我们的这部分复习 告一段落 这实际上是我们第一大章 命题点最多 考点最多 分值最高的点 往下呢 同样是第一梯队 我们在金甲班讲过啊 稻桥碎管 是我们第一大章的重要章节 所以我们往下的 第三节 城市轨道交通工作呢 同样也是重要章节 只不过考点的数量和分值 比桥梁略少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